今天我们介绍一个来自于字节的新技术 叫做Goku 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 它是一个典型的日文翻译 如果你看过七龙珠的话 应该对这个词比较熟 它翻译过来的就是我们说的悟空 这个模型它为什么比较棒呢 除了生成非常高质量的视频之外 那它还可以生成比较好的这种口播类的视频 这个看了不清楚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 大家好 我是98年的 我现在辞职出来环游世界了 哎呀我真的没有那个 非常棒 而且还能生成什么呢 产品的视频 还能生成产品和视频人物互动的这个视频 给这个手镯 然后它可以将这个手镯戴在这个人物身上 所以说这个模型非常的棒 大家看一下 这是它提供的一些基础视频 而且这些视频是没有经过任何优化的 就生成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当然除了这些例子之外呢 你还可以在抱抱脸上下载到更多的这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把它的这个户呢整个的克隆下来 用Gate克隆就可以了 那我们克隆下来之后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边呢大概是有1003个视频 所以说这个数据是非常庞大的 它涵盖了你需要的各种各样的视频 比方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面部特写的 还有大家经常会讨论的吃东西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吃东西的 看一下 这个技术呢你可以看一下 它目前呢叫开源吗 也不能叫开源啊 因为你去看它的gethub呢 它的确也开源了啊 开源了个readme 所以说呢 我们只能叫不是开源的开源 然后呢 它的论文呢 我建议大家去读一下啊 因为呢这里边确实有三种比较好的创新点 待会呢 我们会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下边呢有一些叫做landscape demos 大家看一下也非常的棒 那这个呢就不是以特写镜头为主了 当然也会有一些 对吧 像这个东方人物的这个 但是更多呢 那是关于场景的 比方说这种室内的这种巡游的 风景的啊 这种超现实的 两个船在这个杯里边 对吧 包括动物的 还有猪在天上飞啊 回头你可以做一个牛在天上飞 那我们这样 我们边说这个例子 我们边来看这个论文啊 首先呢你要注意啊 这个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image and value generation models 也就是它其实是 既可以生成图片 也可以生成视频的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状态 其实这种技术呢 我们建的很多 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比方说我们的会员 大家可能经常用会员 去生成视频 但是如果你把那个 真的长度设成一的话 它这个时候生成就是图片 那如果你去做会员的Laura训练 我们也会发现 除了可以用视频去训练 其实呢也是可以用图片去训练的 所以说呢 它本身的都是相同的一个技术 那这个技术我们叫什么呢 叫做image-value joint vee 也就是我们会将图片和视频 这种编码能力 给它融合到一个vee里边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一般把这种vee叫3D的vee 大家如果去看那个像会员啊 我们在讲这个vee的时候呢 都会说明它是这个3D的vee 就是它的维度是不一样的 因为图片我们两维就可以了嘛 但是视频呢就需要有一个三维 那对于Google这个模型啊 它的浅空间的构成呢 基本是这样 如果呢你要是一个图片的话 那就是8乘8的 那如果你要是一个视频的话呢 就是8乘8乘4的 那另外的话 它的主体结构当然还是Transformer 就是我们所谓的注意力机制啊 包括次注意力和这个全注意力 那我们可以看它在这个例子里边 其实有很多应用的场景 比方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里头有一个叫做 中国诗词的一个视频的生成 那你可以看一下 下边呢 是有一些中国的诗词来生成的视频 那我们可以大致猜一下啊 其实我鼠标一上去就会出来 那这个我大致看过一遍 但是呢 我也记不住啊 我们就一起来猜猜 那比方说第一个 你觉得应该是哪首诗呢 应该是那个 日出江花红圣火 春来江水绿如兰 就是那个易江南 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 就是月亮这个 我们横着看啊 那你猜这个应该是什么 这个不会是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宫朝生 像吗 我觉得像 我们看一下啊 我错了啊 这个是月落无体 双满天 江峰与火 对愁眠 公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船 看了答案之后 我们觉得 这个还是比较像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什么 猜不出来啊 看一下 红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天照 清旋时尚流 看了答案 我们就觉得像了 是吧 这个 这个有一个 那个叫什么 千里将临一日还 是不是那个东西 就是这个 这个船好像不是古代的船 对吧 这个是什么 这个也猜不出来 独坐幽黄礼 弹琴复长笑 您身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真是啊 这个喝酒的 这个 圈圈更尽一杯酒吧 对吧 这个猜不出来啊 松香粉童子 这个小孩有点不像啊 整个把意境就带偏了 所以说猜不出来 这个是什么 春花秋月何时了 这个好猜 千山鸟飞绝 对吧 所以说你会发现啊 这个生成诗词的能力 还是非常棒的 那它为什么能生成 这么好的一些 视频的效果呢 我们大概呢 还有两个部分 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叫数据处理的部分 第二个是训练的部分 也是模型结构的部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模型结构的部分呢 它用到的一个技术 叫做 基于流 或者叫整流 就是整体的流 这样的一种方法 它其实呢 和我们的稳定扩散模型 是不一样的 稳定扩散模型 其实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从 开始到结果呢 其实是有多条路径的 我们只不是找出来 其中的一条路径 但是这个就不一样 基于这个流的这种训练的话 它有一个前提 就是它认为啊 就是那个噪点 最初的那个噪点 和最后你生成的一个图像 这个变化的路径呢 第一它是确定的 第二呢 它是双向的 就是你可以正着过去 也可以倒着回来 而且我们一般来讲啊 这个初始的分布 就是标准的正态分布 比方说高斯分布 而这个最终的这个数据分布 其实呢 就是我们拿到的图片 或者视频的这个分布 它这在这个采样的表示上 也有一些创新啊 就是它会把一开始的 那个时间计成零 我们说的时间是采样的 那个步数啊 就是那个T计成零 然后呢 最终的结果计成一 然后中间采样的每一步 它可以计成T 那你会发现啊 它会认为 那么中间的每一步呢 我们都可以用第一步和最后一步 然后进行一个运算 然后来得到 而这个运算其实是什么呢 是一个线性的 所以说它的运算非常的简单啊 而这个模型预测 并不是直接预测这个最终的分布 而是预测这个速度的变化 所以说它是基于流的 一般呢 我们在图像的这种变化的快慢上面 并不叫什么 并不叫速度 一般我们就叫流 或者叫流场 所以说你会发现啊 它其实是基于时间的一个汉数 所以说这个模型呢 其实被训练出来 主要是预测这个速度的变化的流场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加速度 得到这个之后 我们再经过这个公式 就能得到 你想要的任何一个点的 这个数据的分布了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啊 它和稳定扩散模型呢 是有一些不同的 那么这种不同的 它主要体现在映射关系上 比方说基于这种整流 或者叫基于流场的这种技术 它这种映射是确定的 而且是双向的 而基于扩散模型 那么它是随机的 那我们只是找出来其中的一条 所以说呢 采样过程来讲 这种确定性的映射呢 它就非常容易求解 就是对于微分方程来讲 非常容易求解 而这个呢 就必须一步一步的去迭代 去降噪 所以说呢 通常可能要经过很多步 对吧 然后采样速度 当然就一个快一个慢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会发现 它有很多的创新点啊 比方说它这儿有一些 我们叫pultrate value 也就是基于人像的 不单单是人啊 可能也有动物之类的 那你看一下这个松鼠的 和这个人的 对吧 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啊 那这个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分辨率啊 它是一个竖屏的 就是更像我们短视频里边 那个表现 看一下生成的东方人物 包括这个人的表情啊 都非常的好 另外的话呢 它还可以用在一些广告的 这种场景上面 所以说呢 它会有一个新的模型 叫goku加 叫goku plus 那么它是专门用在这种 广告行业里边 那有什么呢 看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口播的这种数字人 这个每个数字人的质量都非常高 当然你现在看到的呢 可能没有声音啊 其实是有声音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整体的效果 Hey here Welcome to the Goku Plus Goku Plus is a new family of video Goku加不仅能从0到1 生成口播视频 也能生成更具感染力的走播视频 Discover the future of convenience with TechNova Say goodbye to the ordinary and hello to the extraordinary Our cutting edge solutions redefine how you 真没想到都这个时候了 居然还有这种品牌 不仅不找明星代言 还把钱都投入到产品成分上 到底还是不是 Discover the future of convenience with TechNova Say goodbye to the ordinary and 大家好 我是98年的 我现在辞职出来环游世界了 哎呀 我真的没有那个闲工夫啊 专门拍个视频出来骗人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微信余额 如果说你的工 大家看一下 这个质量的确是非常的高 当然我们可以确定 Google家应该是不会开源的 这种高质量的模型 除了我们说的这种架构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数据的处理 那数据的处理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你要注意 它用的数据量是非常大的 从整体的数据概览上来讲的话 它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图片和文本的标注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图片需要提示词 视频也需要提示词 所以说我们既需要图片 也需要文本 那对于图片和文本的这个数据集的规模 大概是160兆 什么意思呢 就是1.6亿个 而这个视频大概是3600万个 所以如果没有庞大的训练机 那你是很难保证 你模型架构再好 你是没有办法去保证这个事情 我们有这个数据之后 需要有一个非常精准的 或者叫非常完美的数据处理的流程 那在这个Goku上面 它数据处理的流程 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数据的一个预处理 那这里边的话 你可以根据这个table3 可以看到它的视频的一个基本特征 比方说它需要的视频都应该是大于4秒的 然后视频的质量是靠这个分辨率 就是不管是宽和高的那个最小值应该大于480 包括它整个的这个真频都有一个相应的要求 那就是质量比较小的视频是被过滤掉的 然后第二个它会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视频的一个切片以及导出 那它会用一个边界检测 这样说可能太专业 就是分镜 什么叫分镜 就是我们把同一组镜头能把它给它分出来 这种分镜的方法可以叫做视频的边缘检测 完了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美学的过滤 或叫视觉美学的评估 也就是说我们呢 会有一个视觉美学的评估模型 就好像我们说视频模型 有一些美学模型 非常专注视频生成的这种效果 一致性整体色彩的表现 就是整个美学上的表现 然后呢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评估以及过滤 然后呢有一些OCR的过滤 OCR的过滤主要是将这个视频当中的文本呢 给它识别出来 看一下这个视频里边的文本 占视频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如果占的太多 那就代表着这个视频上全是字 那这种东西是不能要的 所以说呢 把这个视频占比过大的全部给它干掉 然后再往下面就是motion filtering 就是运动的评估和过滤 那我们会根据光流的这种变化 然后看一下视频当中 它的运动的元素有多少 把一些完全静止的镜头给它干掉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非常高质量的这种视频 再往下面是打标 这个打标就很简单了 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打标 然后它还会做一个事情 就是数据的平衡 或者叫数据的均衡 那我们在做一些分类 或者是其他算法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说我们要训练出来一个比较好的数据的话 这个数据不能太偏斜 要基本均衡 比方说你要预测 这个图片里边有没有人 那你要需要给这个模型 大概两种图片 第一种是有人的 第二种是没有人的 那有人的和没有人的 这个个数大概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种分布叫均衡的 那它这种均衡的主要体现在这样的一些分类上面 比方说有人物的 它占比是比较多的是吧 还有场景的 有这个食物的 还有动物的 很多 这个我们就不用细看了 也就是我们对它进行有效的场景分类之后 就可以用更加均衡化的数据去训练这个模型 让这个模型的泛化能力就更强 这个Goku Plus 就是Goku家除了我们说的这种口波列的场景之外 它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对于产品的这种展示 大家看一下 鞋子对吧 马桶 这种包包 这是啥 洗手盆 还是整体的这个卫生间 包括衣服 你会发现表现都是非常棒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这个还特别有意思 它可以将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可以用一个图片的形式提供给它 然后它会将这个产品放在这个人物上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大家看这这个手环放到这 对吧 这个人穿的这个牛仔的上衣 这是一个不知道是啥 大概是个化妆品 你注意 对整个产品的还原也是非常高的 对吧 一个口波类的 加一个产品 所以说产品和人物的互动 在这个特点里边表现的非常的棒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下边是一些经过优化的广告场景 那这些场景里边呢 重点是人物呢 通过某一个场景来展示一个产品 对吧 而不是简单的去说或者是去动 你会发现展示食物 展示服装 展示这个产品 这个都非常的棒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的话呢 没有开源 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演示 那不管怎么说 作为国内的视频生成模型 我们觉得 它的确是将视频生成 推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 我现在唯一的担心就是 它千万不要成为下一个骚扰 就一开始一直在放例子 大家就特别的惊艳 然后直到把大家的热情全部耗尽 然后当这个马鼠 当这个会员出来之后呢 其实大家再看 骚扰最终出来那个版本 其实有点大失所望 就是大家觉得 可能没有可怜好 所以说Sora呢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 不温不火的一个模型 那我们也希望能尽快的看到 这个模型落地的一个场景 哪怕是线上的应用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是这么多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